字幕 李宗盛 Hello,又是我的Chris 雖然這次旅程我們不能去我計劃的所有餐廳和咖啡 但我們吃得到的都是超級高質素的 今集我們主打輕食和甜品類 我們會有一間超爆人氣的打卡咖啡 另外有一間會比較隱世的文青咖啡 首先登場的是我整個旅程最期待 好美好美的Holiday Pastry 這間咖啡雖然有點生卡 但走一走都爆場要排隊入座 我們就唯有在咖啡外面拍攝寫真 要等多久? 對上 就在我們等的時候竟然有突發事情發生 但你們看完呢千萬不要笑我 P.P.啊 我看到P.P.啊 我好害怕啊 不可以問她入床嗎? 怎麼辦啊 我不敢問P.P.拍照啊 我好廢的自己 剛才大好機會了 剛才真的大好機會 她在我旁邊走過 但我不敢問她拍照 那沒東西好看啊 唉 本身以為沒什麼希望的了 但竟然被我在轉角又遇到她 這次我真的鼓起勇氣 去問她可不可以合照 可能她今天就不是出席公開活動 是一個私人的聚會 所以她很友善地拒絕了我 謝謝 希望你很友善 謝謝 你跟她對話嗎? 有什麼感覺? 好緊張 想不到東西 進回餐廳等的時候 竟然讓我看到第二個驚喜 就是英俊餐廳老闆Aina 這間是一個我很喜歡的 BL劇的男主角開的一個打卡咖啡 開了之後其實我一直都很想來 但終於來到泰國 當然要來試一下 因為其實除了她開之外 其實她本身的甜品在泰國也很有名 但沒想過我今天來到 我首先不是先看到老闆 我是先看到PP PP是 Doo姐也有看過一套泰國神劇 《I Toe Sunset After You》的男主角 我非常喜歡她 真人超美 但我剛剛有問她 我猜到她的合照 我猜到我發生最大的用力 雖然她說 她有說抱歉今天不行 但她也有特地轉頭跟我說 Wish me have a very nice day 我覺得心滿意足 雖然影片也拍不到 但影片也起碼會拍到我們兩個 在同一個時空中 我已經很心滿意足了 現在正在等著 等著老闆 會不會一陣子走出來 然後我吃完之後 就可以跟她拍張合照 這是我今天的終極目標 但這裡真的很多人好 超多人擺 待會試完食物 大家直接穿過來吃 她說因為沒有吃到午餐 所以就叫了極度親切的Ratrice 介紹一些鹹點給我們 我本身還在掙扎 究竟叫Risotto 還是叫意粉 但她用一些很堅定的眼神 去推薦我們吃這個 這是什麼 這是叫Egg and Hen 是沒有雞和雞蛋 但是用了重爐針 一個煎雞扒 下面的底部會有一個包 然後中間是有些烤洋蔥的 然後配上那個松蘿蔔汁 超好吃 不會好鹹 但是雞超嫩 是有汁走出來 好吃 哇 重頭戲來了 你看看多邪惡 這個是叫做The Best French Toast Ever 真的是全世界最好吃的French Toast 我是極喜歡吃西多的人 我看看這個比起香港的西多 哪一個好吃 很好吃 它的皮是脆薄薄的 然後裡面是超柔軟的 超香 奶和蛋味 然後去現場馬上擠這個 我不知道這裡是什麼 是什麼霜 但是呢 很香的奶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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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說了 最後我們還叫多了一個甜品 這個叫OMG派 其實這個是它最有興趣的派 但是我這裏也很想試 但我沒想過是這麼大塊 我想我們應該吃不完 它是一個批底 然後中間是加了焦糖的夏可兒果仁 然後有Vanilla的Custard 上面還有焦糖脆片 先試試 這個聽起來 這個combo是超級柔軟的 但因為它最色彩 所以我也會選這個 先試試 我很喜歡吃夏威夷果仁 真的覺得很好吃 真的挺甜 挺甜的 挺甜的 但很好吃 這間咖啡店 你們看到的裝修已經很漂亮 食物的質素都一定有信心的保證 我自己最喜歡西多士 因為外脆來軟 再加上電腸擠的奶油 真的很飽 然後我都喜歡吃的 但是你說我會不會再點 蛋糕或餅 我就未必會了 下次可能會試其他甜品和鹹點 還有我覺得每一樣東西都不算特別貴 其實都不需要100港幣 又是這個環境 這個食物的賣相和質素 我覺得是絕對OK 不過大家是否最關心我 究竟和英俊老闆Ain的合照Mission 能否達成呢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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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想起那一天 其實我都會自己欣欣嘴笑 我深信是吸引力法則和緣分 另外可以在同一個時間 遇到兩個我很喜歡的泰星 而且真的看到他們的時候 你會覺得泰星真是名不虛傳 他們真是極度親民無價值 老闆Ain在臨酒之前 還特意走過來跟我說 不好意思 今天要我等這麼久 很感謝我特意在香港過來 所以我覺得 以一個明星 他這麼記得我 這麼照顧我 我覺得是一個很大的驚喜 還有如果有眼淚的朋友 還有看我上一集SPA的影片的話 就應該知道我這套衣服 其實是去六星級酒店 Capella那間SPA的同一天 所以為什麼我想這條影片會說 這一天真是很不生難忘呢 是因為 首先我已經下午遇到兩個明星 然後做完SPA 還有超震撼的煙花題 所以這一天真是很神奇 剛剛看完那些那麼甜蜜 那麼漏的東西 現在我就帶大家去吃一些 酸酸的東西 先燒一下 我們現在就在Siam Center的 二樓 Food Factory 我們剛剛吃完Lunch 其實重點就是想去吃一間 Yogurt的叫Please Yogurt Bar 我是做Research的時候已經看到很心動 因為它有我最喜歡吃的Lotus餅的味道 現在就帶大家走過去 這間Please Yogurt Bar 顏色很鮮艷很容易形 電梯轉上來就是 它都有很多款新鮮的無糖乳酪 任選 不同combo它就會即場加配料進去 我們點了兩杯 還有一杯就是Bit Yogurt的 我最喜歡的Lotus餅的味道 我都是Mini Size 因為我們剛剛吃完飯 不想吃太飽了 待會去按摩 我怕會全部吐出來 另外一個叫Frozen Yogurt 就是Half Baked Cookie Dough 真的是Cookie名的味道 我預計就是像這些 即場吃的 原來這個是Frozen了 直接拿出來飲食的 那這個我待會再試 我吃了我最想試的Lotus餅 嗯 因為呢 它這間的Greek Yogurt 是沒有加任何糖粉的 所以吃下去的Greek Yogurt 真的有酸味 但它因為加了Lotus餅 所以我覺得剛剛沒有中和 對了 它圍著有Lotus餅的醬 其實是很邪惡的 先試這個 這個是Frozen Yogurt 是冰得像冰淇淋 真的 看到很大塊 半熟的Cookie 先試一試 反而Frozen Yogurt 這個呢 味道比Greek Yogurt 很多 反而喜歡這個 很有驚喜 我覺得 因為吃下去是 Frozen Yogurt 在嘴上溶 其實味道很新鮮 很新鮮 很像 小糖味的益力多 雪凍了變成冰 這個好吃 在附近走開街 經過的話 都真的一事無妨 如果下次我再回來的話 我都會想試 它的熊絲湧蛋糕味 的Greek Yogurt 和它的薄荷朱古力 如果你想去一間靜靜地 裝修又很優雅 而且在食物上 有很精緻的Cafe 以下這間就適合你了 這間隱世的文青Cafe 其實不算很遠 它藏在一條小巷裏面 下車之後 指示牌走到嘟嘟 看到一間外表 帶有工業風的店面就是它 好 我們來了一間叫Mason Blue的Cafe 我們是特地來吃早餐 我們要放棄 酒店早餐 特地來吃這裡的早餐 因為它是特別一點的 它有甜又鹹 西式為主的 就沒有太多吃東西 我們由酒店過來 都要差不多20分鐘 然後這裡整個環境地 外面很有工業的感覺 但裡面是有些 優雅的小店Cafe 所以我也很期待 還未入位 其實是沒有人的 但我預約了10點 我等著有人過來 帶我們坐下 一會兒再看看吃什麼 我們坐下了 旁邊有 其實整間餐廳只有兩三台人 旁邊是一對很有氣 很美的日本女生 然後來到有一個很大的菜單 這是飲食菜單和食材 這是野食熟食的菜單 這裡叫Mason Blue 其中一個原意是 整間都有很淡的藍色 然後有很多薰衣草 我覺得整個 可能旁邊有一間賣香薰 賣蠟燭的連住在同一間裡 所以我覺得整間的味道 環境氣氛都超舒服 我覺得好像去了SPA 所以我現在就叫了食物 其實我來之前 我預約的時候已經有個心碎了 我就要吃它的龍蝦塔 然後再加它的炒蛋 甜品我會再點一個 那我就看看 出來的效果如何 剛剛我說說 我一來到就想點龍蝦塔 但是今天卸掉了 我就點了它另一個 也是它的標誌 就是一個蘑菇黑松露加烤露筍的塔 很好吃 我覺得酒店的 蛋糕已經很好吃 這個不是蛋糕 它的底部的包 是很鬆軟 很香 好像入口即溶一樣 很好吃 黑松露間炒我的蘑菇 很好吃 加上蛋 它有包在裡面 好 這個就是Napoleon Free 是這裡的標誌早餐 它比較有趣 因為它下面是用了一個 酥皮泡沫 做餅底 而不是Egg Benedict 傳統的Muffin 因為如果Egg Benedict 那隻Muffin 可能濕了就會變硬 變硬 但是它就用了一個泡芙 酥皮泡芙去做 上面就是有Poject 加了魚子醬 然後我覺得最特別是它旁邊這一塊 旁邊這一塊就是 它們用了青蘋果汁 再加蜜糖去烤的豬腩肉 早餐來說都很重 但是我覺得這個配合應該會超好吃 我以為會很膩 但是呢 青蘋果加蜜糖烤的汁 有一點清新的感覺 這個泡芙一點都不油膩 一點都不油膩 連蛋吃 加上魚子醬 嗯 應該會更新鮮 剛剛的Muffin 反而 我以為有豬腩肉應該會很膩 因為我沒吃豬腩肉 我試一試 先試一試 它烤到 那個麵呢 是 脆薄薄的 有點像香港 拔絲 香蕉 那類型的麵 脆薄薄的 很好吃 我們點多了一個甜品 分享 那我就問他最 問他最 你最喜歡吃哪一款 他就推薦這個 就是Muffin Heritage 就是他們 應該是他們最尊重的 拿破崙甜品 我們本身也是極喜歡吃拿破崙的 那我看一下 因為在香港 其實我是最喜歡吃 Rosewood的拿破崙的 那我看一下 這一間好吃 還是Rosewood的好吃 價錢上呢 這間就比Rosewood便宜 當然 但是 賣相 和整個 表演是很美 嗯 它濃的 Rosewood很多 它比Rosewood帶了一個 鹹香味 很好吃 我喜歡它帶鹹 它甜得來有鹹味 嗯 嗯 很好吃 究竟 我還要再說幾多次 很好吃 還有我的表情 究竟還要有多誇張呢 但是 你問我呢 講食物的話 其實我比較喜歡這一間 多過第一間的Holiday Pastry 都好吃 但是 真的要講食物的 無論賣相 味道 價錢其實差不多 我都會比較喜歡 Mason Blue 希望下一次 有機會回來 我就會去試它的 午餐和晚餐 吃完東西 就被一間香薰店 吸引了我們過去 我們後來搜尋 其實這一間 也有其他薰店 但是 這間裝修 是極度像哈利波特 裡面的擺設 真的很有心機 好像去了第二個世界 就是這樣 大家看完這條影片 是不是完全感受到 我對太星和野食的熱情和喜愛呢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Like Subscribe 和按下我們的鐘仔 下一集 我就會和大家開箱 我們這次住的酒店 這間酒店有三大優點 夠大 夠新 和無敵的早餐鋪飛 如果想知道是哪一間的話 就記得繼續留意我們